哪要做日系的穿搭呢 你必须要先搞清楚 到底日本是出名什么 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飞 先飞 Yo yo what up 大家好 我是Fashion Boy I'm back 因为上个礼拜有时候病得很惨 所以我就没有上影片 影片是剪好了 可是因为我录不到声音 因为我的喉咙痛 然后我嘴巴肿 总到好像木嘴这样 这边一粒凹射 这边一粒凹射 这边总到好像一颗珍珠这样大 Anyway 远鸽正传 那我今天答应过你们 要做日系 所以 今天我用上一集剪刀宝的宝物 来做一集 vintage的日系穿搭不 那要做日系的穿搭呢 你必须要先搞清楚 到底日本是出名什么 错 当然不是啦 那 AV的意思 就是American Vintage 那在做Dub Dovo之前 我就做完一集来讲解什么是Vintage Vintage就是1920年的Fashion 一直到距离现在20年前的Style 所以如果你要做了Vintage的日系穿搭 就要看20年前的今天 到底流行的什么 如果你们很熟悉J-pop的话 20年前有位大神 他也是我的偶像 他叫做木村拓彩 那木村拓彩其实就是 亚洲最具指标性的一个潮流icon 他就好像现在的GD 但是在那个年代我觉得他的影响力更为疯狂了 但是我想要你们知道的是 木村拓彩其实 它已经影响了整个亚洲的Fashion 如果我们看一幕村拓彩的穿搭 全部基本上都是American Fashion 只不过放在一个日本人身上 放在木村身上呢 它就变了一个日本人的Style 我觉得日系的穿搭它主要的精髓在于头发 那其实木村这个发型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发型 这个叫的一个卷法 已经被命名为木村款 而且这个传说中的木村头 是影响了整个娱乐圈 还有这个亚洲男生对于头发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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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看为亚洲的男明星啦 全部人都受了这个木村效应了 就只会了这颗木村头 但是这个有机会我下次再做一集专载 在讲木村的给你们讨论这个东西 因为我非常喜欢木村火宅 它是我的偶像 所以今天就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做这些穿搭 因为我收到你们很多的私信 还有你们的评论 你们全部都说我想要看女生的穿搭 所以今天我们用两个东西来Style 一个就是工装连体裤 一个就是吊带牛仔裤 所谓的工装连体裤 就是好像我身上穿的这件 jumpsuit 这个是非常好看的一个东西 但是穿这个东西 它有一些技巧 你们需要懂 不然的话 穿着真的好像是一个修车工人 所以穿这种衣服 你要好像那种 很不屈小节 要穿不穿这样的就 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内搭摆T恤 但是今天做的 所有穿搭 都可以内搭摆T恤 但是如果只是 叫你们内搭摆T恤的话 你不用看我的视频了哦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有 很久不见的 Soju Twins 跟我一起做这个穿的 然后今天希望你们会喜欢啦 那么看好了不就在下面留言 你们最喜欢哪一套好不好 那么现在 就进入我们的 Fashion Boy的 这样穿就对了不 今天 我要教你们怎么穿出 日系的Vintage风格 你要做复古的造型 你可以在这两个地方下功夫 一个就是衣服上面的图案 第二 就是衣服的cutting嘛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学会角色扮演嘛 因为你穿衣服 如果没有个character的话呢 你就只是一个公仔而已嘛 所以你要学会角色扮演嘛 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形男理发师 今年28岁单身 对西方的文化有浓厚的兴趣 在一家满满复古情怀的 barbell shop上面上班吧 你可以选一件有这种强烈 Vintage画风的衬衫呢 搭配这件看起来好像 卖牛奶的农场boy的吊带裤吧 那这种图案呢 它就有一种浓浓的水手 或者是rocker的feel吧 它可以让你的穿搭 一秒回到20年前 那这样的collector 广告分要有几个tattoo的嘛 那有tattoo就要赶赶秀出来嘛 那这次你要记得 show tattoo还有show mimi 是同样一个道理的嘛 那秀多会很腻 落影落线才能恰到好处嘛 所以你可以很不拘小 记得把你的袖子roll up 让你整个人看起来 好像很有故事这样嘛 鞋子呢 你就可以选择是防部鞋 或者是皮鞋 因为这两种鞋 比较有一种放浪不及的vibe 年纪越大 穿起来越有魅力的嘛 其实这个look 在我脑海里呢 是比较适合有卷发的男生 或者是绑粘边的男生嘛 蓬松的发量呢 会让你整个人的比例 看起来比较好看 像我这种长得比较萌 头发就输oppa 3去分线的呢 就可以用这种渔夫骂来 弥补一下嘛 那但是单单这样穿呢 就感觉像有一种 日本小学生去户外活动的装扮嘛 所以你可以披上一件 深色的denim 让你整个人的造型 看起来就一气合成这样嘛 随便咔嚓咔嚓咔嚓 吹呦 还有一支哪位韩国艺人的造型师嘛 那自己女生呢 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好像很洋派的girl 二十出头 是一名喜欢band sound的纹身师傅 纹身师傅一般都会有个性的嘛 所以你的衣服呢 可以简单暴力 一件简单的黑色T恤 让你的重点放在你的头发 还有你的妆上嘛 我觉得这个collector的妆呢 要冷色系 那头发呢 你就可以找妈边 或者是set个春里头嘛 反正就是要那种坏坏惹人爱的bad girl look这样嘛 那讲到bad girl 当然是少不要有accessory是不是 所以你的金链 银链 戒指什么都好 全部给它show hand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你还可以配上一件外套 除了还可以增添层次感 还可以准备放工回家见家长嘛 随便咔嚓咔嚓咔嚓 呦 这种能坏又能怪的女孩 男生是最败的 随便就给你电到不要不要的 看到你会妄想让你的妈边 去fit两下嘛 这种能坏的 工专联体裤 穿得好看呢 又影又酷咯 穿得不好看呢 就好像baby包尿布咯 那一般人呢 都会内搭白色T恤的 当然我们今天做的每个穿戴 都可以内搭白色T恤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不用看我的video了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角色设定为一个服饰店的老板 年过35 事业有成 热爱重型机车 还有古董车咯 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 好难的耐的咯 所以一言不合就给他穿一件线条衬衫 配个领带 那其实穿这种工装连体裤呢 和穿denim jacket 是同一个道理的咯 进得了商场 出得了颁奖秀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statement piece 你只要在小细节上下了点功夫咧 它整个人就说到不要不要了的咯 所以它的焦点呢 就是它的内打 由于我样子长得比较萌比较可爱闪闪的人爱 所以我选择搭配一副复古的眼睛框 增添一种神秘感 它可以让你整个内有一种大树的款 最后我会选择一件非常稀有的做旧converse chart Taylor 让你整个来 酥得来不油腻咯 随便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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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哟 简直就像GQ Magazine的杂志封面咯 来伴的女生都觉得这种工装连体裤 非常不适合她们穿 很奇怪 我不怪你们 因为它确实是很难的搭配 但是 只要你会穿 女生穿工装连体裤 即使你包到秘密 你还是可以变成一个性感优物 那因为 它是一个典型的百分百 制服诱惑穿搭来的 男水电工 去帮女主修水后的戏码 你们就看得多了 但是你们女生 converse不懂 男生也很想车坏所有个美女 帮她们修 顺便可以把她们修理修理一下 没错 每个男生的脑海里 都有一种制服诱惑的fantasy 穿这衣服最重要的就是要穿不穿 你不需要太多东西的 一件黑色的景深衣 去凸显你的好身材 如果有的话 然后 大胆把你的公装连体裤脱下来 简直前途后翘 男生看了恐怕风会冻不掉 简单 暴力 给男生一种世界上的冲击 随便咔嚓咔嚓咔嚓 哎呦 这个还不是性感在这Massim的封面吗 随便就可以break the internet 那最后来的这件我叫hyoko裤的裤子 这是在飞仙妈的眼里 这是一件cheek guide的裤 像这种又松又垮的拼射裤 一般来说就只有搞艺术的人才会穿 总觉得好像要表达搞艺术就是一种革命 人穷治不穷 再穷也要坚持梦想 所以这个角色我们就设定为艺术家 三十出头 是个喜欢小动物 爱护地球的人 坚持不用吸管和plastic袋 喜欢松脑菜菜籽吗 那上身我就选了这件黑色的长袖衣 印有这种黑白的graphic 感觉搞艺术的人都喜欢黑白照 或者是乐队的graphic 那一大一件白蹄 那一大白蹄呢 主要是让整个人看起来有一种橙色感 那因为这件裤子它很beaky 而且它是pink色的 会让你看到整个人的下体很累赘 所以你上半身的颜色就要表输色 那穿这种裤子呢 你鞋子最好和上身的颜色一样 然后再把你的裤子折成九分裤 那有助于拉长视觉效果吧 最后 记得配上一张复古的墨镜 这样才有整个艺术家的feel 那因为艺术家整个废情忘食啊 所以他们都有黑眼圈 所以要折一下 这边咔嚓咔嚓咔嚓 吹呦 人家以为是什么日本大师来马来西亚开秀吗 分分钟摆当成藤元号吗 结论是 在这个百花齐放眼花聊的年代 已经没有什么绝对的定义 叫比Vintage 它已经不是字面上的那个意思了 它已经发展到另一个层面了的吧 各大的牌子已经做了N式的复古系列吧 所以如果你喜欢Vintage的话呢 你不必要全身上下到内裤都是二手设计找回来的吧 又或者说 用你一个月的人工去供奉给这些潮牌 毕竟潮流是留给有钱人们的吧 日系的穿搭不外乎就是工装军装或者是格子 所以只要你抓到精髓 是新的或是旧的 Nobody cares 反正对我来说 穿搭是一种视觉上的艺术 所以只要达到视觉上的效果呢 其实就很OK了的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两次看个吧 试试看和按下为止吧 也要记得Like我的Page Follow我的Instagram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吧 我们下一集见 Bye Bye by bwd6